比特币向上突破非常的明显 直接是突破了6万美金 上两期的视频就说过了 回踩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 那上个视频也明确说 左侧做多的一个机会 昨天录制视频的时候 比特币还在 5万8千美金 5万7千多美金的水平 是吧 5万7千8百美金的水平 那在我的微博上面 也叫大家进行一个 多头在5万7千多美金的水平 在我的会员群里面 也在5万7千多美金的位置 做了一笔比特币的一个多单 那这一波已经拿下 有2700一点的一个利用空间了 目前而且这种利用的话 还在不断去扩大 那接下来比特币价格 会到达哪个位置呢 节目开始前 大家先去订阅 浪云的频道 那下方有交易所的注册链接是吧 你用OK的链接 去免去20%手续费 那就是永久的手续费的一个八折 一个优惠 你只需要点击这里注册 如果你有了之后 你可以把之前那个注销之后 重新注册 如果你的资金量很大 你可以去跟浪云去申请 去领取你的交易的一个奖金 可能一个人都有两三千U是吧 下方的话是比给的一个交易所链接 能影的链接的话 也是可以去享受20%的一个折扣了 是吧 就是你可以免去20% 那下方有免费电报群 下方有能影的更联系 你可以去联系能影 去咨询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东西 更深入的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价格趋势 它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判断了 是吧 那么可以看到价格 目前是在一个60500美金的水平 如果单从这个盘面上来看 比特币依旧是在一个大级别的一个通道里面 没有去完全走出来 但之前我们说过了 它的一个行情来到这个位置变盘了 是吧 它有一个趋势的一个破坏的一个位置 就在下方 因为它的一个底部 是被不断抬高 那之前它的一个低点的话 是在不断去降低 它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的一个低点就没有再次进行降低了 高点的话也是在不断去降低 是吧 所以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一个是一个变盘的一个动作 我们就思考的问题 目前它的一个下方支撑也已经提升到 55000美金了 而且它下个目标价格是在一个 67000多美金的水平 也就是上方这个突破点这里 所以说现在的多头依旧是可以去持有 因为突破这个位置意味着多头的一个强势 突破6万美金的水平 而且它也突破之前的这个60500美金的水平 它的一个剩一个高点了 那下个目标价格 它只要去突破之前的一个高点 那我们就说明了它这一波的一个趋势是完全打破了 你知道它突破6万5这个水平 那它的一个趋势破坏就完全确立 那就证明了比特币这一波的一个趋势 转变是完全是可行 它的一个确立到质疑到肯定的一个过程是吧 有量变引起自变的过程 只要我们对吧 视心去发掘比特币的一个价格 都是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在过程当中 那确实是能够找到很多一个机会去操作 去介入 那大家可以去看到现在的一个价格 你看它的一个市场级别 它来到这种位置 刚好是突破这个中轨 中轴这个6万美金的水平 这6万美金非常关键 只要它能够占了6万美金 那明天后天可能会上行到6万5 可的概率也非常大 再出现回调 这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现在多单 我认为能够可以去继续去持有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钱包余额 是吧 从今年开始都一直出现一个 被不断去买30多万美比特币 也是从这个交易所里面被提走 说明留言不断去抄底比特币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ETF 在近几天都是出现一个流出状态 而且流入的量的话是非常大的话 大家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大家有一个变化 我们在从交易地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是有机会能够看到6万2这个水平 7天之内也是有一个看到突破这个6万1500美金水平 30天之内的话也是有一个看涨的一个趋势 那目前我是坚定的一个看多了 上方的一个6万8这个水平可能要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多少天可能会出击档 可能未来两周时间里面 它会出击到上方的一个6万8到7万美金的水平 所以如果冲到上方的一个位置不要意外 因为的话已经接近了10月初是吧 10月就是一个上涨的月份了 而且的话10月份在历年的一个统治区来看的话 它都会上升20%到30%以上的水平 11月份的话上涨20% 12月份的话上涨10%多 所以按照这种上涨的一个动能来说 现在的一个价格可见是非常非常便宜 有可能在年底它都可能突破8万到9万美金的一个水平是吧 所以现在来看很多交易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的 虽然说本周周五是有一个交易痛点 那价值14亿美元的一个比特币以太坊 在周五到7 那它最大的一个痛点是比特币是在58 以太坊是在2350美金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这一两天依旧是看涨 但是周五可能会出现少幅度的一个波动 但是这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们只是要拿完手里面的比特币 拿完我们手里面1万7买的一个比特币就行了是吧 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的赚钱 那还有很多的一个主流币和山寨币 我建议在这段时间大家去关注 因为很多机会都存在了9月份到10月份这个转接点 也就是未来两周的时间里面的一个转折 如果你不抓住机会 那就决定你未来家庭的一个生活水平的一个高低是吧 你可能决定好了 你接下来你的家庭就过得很幸福是吧 家庭圆满了是吧 有交通工具 不管是衣食住行你都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你做错相反的决定 你就过得苦不贪言 因为资金是不等一样的是吧 而且还有美元不断的去放水 放水出来那你的钱就会贬值 物价会上涨 这时候你的钱没有增长是吧 别人的钱增长 那就变相去虚弱了你的购买能力 那你就变相的被亏损了 所以现在价格还在不断去上涨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现在又秩序突破到一个60,800美金水平 一回可能会上升到61,500美金以上的水平 好 今天的油的话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